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人拿出10万现金买了85张餐券 我觉得餐券是真的会有比较偏 就在旅展开跑一小时内 就有人拿20万买天成饭店55张住宿券 原来下沙三折起待望买气 这次旅展刚好遇上选举 为了增加人气 六福集团现场也加码买万元 筹万元住宿券 而且住宿券最低1.7折起 台东日辉度假村则是下沙史上最低2.6折 力拼买气 大家知道今天选举嘛 大家很忙哦 有很多人是根本就是网路上买 所以我们今年推估 在这个网路上买的比例 大概会是成长到往年会更高的 过了选举之后的下午到隔天 我们预估业绩会成长三成左右 另外国内拼观光 彰化馆摊位则是走古色古香 手工小物要来吸民众眼球 而高雄馆找了三太子炒热气氛 推工工厂工厂跟一日农夫 我们希望借由这些优惠的方案 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高雄 还有不少民众瞄准国外旅游 五日首尔 釜山四天都是7999元起 还有泰国观光局推五天曼谷自由行不到八千 由欧洲也比往年约省台币一万元 这次年度最大旅展为期四天 虽然遇上选举 但优惠杀很大 业者也预计选后将会出现更多人潮 三十选古高书邱子凌台北报道